各位投資人大家好,我是輪延投物庫分析師高清 在這邊為了各位做台股的投資分析 那我們來看加醛指數部分 在歷經 近兩個禮拜的一個拉回修正之後呢 在昨日台股出現 一個止疊反彈的一個走勢 等於是碰到季線位置之後呢 出現一個聯合孔的一個反彈走勢 在昨天能夠出現反彈 主要是因為 在前一日融資已經出現大減 那昨天在連續的一個 融資減少的情況之下呢 讓福爾洗清 也讓 台股有一個反彈的機會 尤其其實在 周一開始台股 雖然加醛指數並沒有太大的一個 拉回 但是就盤面的個股來講的話 確實在 周一周二都有出現連續急跌 甚至周一 還沒有 跌停 超過白檔 禮拜二也是有很多 個股盤中擊殺到跌停 只是 不少個股是在尾盤的時候 有將跌幅收斂 甚至 拉回平盤 所以出現一個 下影線的一個K線 那當然在今日 台股就順勢出現 一個 比較強勁的一個反彈 那如果接下來 整個 希臘債務維系 能夠順利解決 相信台股 接下來就有機會 再持續往 萬點來 做一個進攻 大約現前市場比較擔心的是 外資的一個 期貨的一個空單 但是就他 不空單的一個時間點 與 國際資金調節 美股及美債的時間點 是比較雷同的 所以 可以解釋成 外資其實是在規避 希臘導債的一個 風 的一個不確定性風險 才去做這個 空單的佈局 並不是 看空 台股的外走勢 所以只要這個 希臘債務的 這個不確定性消暑之後呢 這些空單就會 回補 那當然對於台股 的一個上攻 就有機會 隨著這個 空單回補 成為 推升指數 上攻的一個 重要推升 力量 那 就 美股來講的話 近期是持續 做一個壓縮 增大 雖然 這幾天 國際 股市 股市 暫時受到 希臘債務 危機的一個 影響之下 出現比較大的 活動 但是其實你看 美股 仍然是維持在一個月線之上的一個強 多頭格局 並沒有 出現 太大幅度的拉回 有即便昨天開低 台低 受到歐股 大跌而開低 但是違反 能是 將點入受列 留下非常長的一個下影線 顯現 目前 美股 仍然是一個 比較強勢多頭 但 如果接下來 美股能夠順利 創高的話 相信 就會 帶動 這個 外資對 雅股的一個 比較積極的一個操作 那如果他能夠 他 接下來 只是持續增盪單 萬資的買超就會相對保守 那不管怎樣 只要 美股沒有出現 太大幅度的拉回 相信 已經買超 台股 1300億 近期買超 1300億的外資來講的話 他仍然會持續做多 他當然 較弱勢的 國際股市 目前應該是歐股 因為主要 目前 希臘債務的一個風暴中心是在 歐元區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歐元區的股市是比較偏弱 尤其 就德股的基礎品來講的話 他越線之下 要向下穿越機械 出現一個使用交叉 所以 歐股的一個 修正壓力會比較大 但是就 台股來講的話基本上跟歐股的 聯動性相對較低 所以即便歐股 歐股德股出現修正 並不會 對 台股的一個 方向 會有太大的影響 再來則是 在美元指數部分 因為近期 國際資金持續 對 美國的股 股票 債券 做一個出脫的動作 連帶 對於 美元指數也成為一個 壓抑的 情況 因為他 減持 美國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 風險性資產 當然 他會 到海外 尋找 比較 安全的一個資金金銀行 所以在資金流出之下 美元指數就 表現得相對弱勢 那當然隨著美元指數走落 對於原物料 甚至 其他國家的一個 貨幣的一個 影響 當然就會變成其他 國家貨幣 貨幣其實會升值的 那當然如果 隨著 美元指數維持這個 相對弱勢的一個走勢 那當然台幣就有機會是 升值 對於 外銷為主的 台股來講的話 就可能會有一個 匯兌收益的一個 貢獻 就今天的盤面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低檔的電子股 明顯是 今天主要反彈的一個中心 尤其是 外資 有在做買超的一個 電子 低檔電子 的展示 更為 強勁 比較明顯像華雅科 其實華雅科在 昨天 就已經 領先 拉出 低分 掌點 今天 再拉掌點 會帶動 資金的 螢幕光 轉向 整個 低潤族群 所以 如果 華雅科能夠持續反攻 那整個低潤族群或許就會有一個 比較效應 另外 今天 比較強勁的一個 這個電子反彈的4.8分的部分 我們發現他也是 近期 拉回 近 5個月之後的 第1根漲底 而且是在低檔之後 低檔 沒有在向下破底之後的一個漲底 而且是 突破月線 所以也算是一個 技術面的一個 轉向訊號 那當然如果 聯發科 也能夠持續反攻的話 對整個 IC 族群就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推薦效果 但 就 今天跌升電子股出現反彈 你可以解釋 檯面 似乎已經在提早 反應下半年電子的一個旺金集產 雖然第2季他們目前能處於淡季 但是隨著 6月開始有電腦展 第3季他們 產業進入旺季 之下 營運只會逐步走強 當然如果他們股價 還是處於險 相對低的話 就有機會 讓他們出現一波 跌升反攻的一個行情 那就今天法輪買一招 我們可以看到 好明顯 三大法輪是同步買超 原先前 持續偏空的投資 投資 也 在今日做一個買超 那外資 仍然是持續 做一個 買超動作 禁二十日也是 一買到 1300億元左右 另外就是 他在空單的部分 今天也是有順時回補 1500口 雖然補的沒有很多 但是他是 期限後同步做多 再來就是 空單 還有 14000 如果解釋是 因為 希臘債務危機 而做的一個 避險空單 那當然 他要真的大幅減少 就要等 希臘債務這個不確定性 風險消除之後 才會有比較 明顯的一個回補 所以接下來有可能會看到 空單持續在外 但是他先後開始大麻 他可能看多台股 但是他還是要 規避風險 所以他空單還是會持續 維持 一定的一個數量 但是如果 是這樣的話 變成指數可能 是 會持續上高 但是空單還是在 1萬口之上 跟過去的邏輯是 只要外資 空單突破1萬口 指數就很難再反彈 的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接下來 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那剛好提到 電子股失誤 提早下班的 忘記記載 另外一個 今天有比較大族群性的 有出現在面板族群 除了群創有打今天 雙創總 強之外呢 你會發現 其實外資近期也開始 有在恢復 群創的一個 股票 尤其 其實群創 它的股價 離期末高點 已經非常近了 只要它能夠創高 那整個族群的 比較效應 就會非常的明顯 另外 今天就 面板族群來講的話 看起來是 中小型面板 以及面板的主件 的長勢 優於 大型濃頭 像是338個全盤 今天是在 攻上漲低 那其實它的 就技術面來講的話 在 上週五 它是跳空漲低 這個訊號是非常強 那當然週一 跟週後是遇到 盤式的亂流出現一個拉回 但是 隨著 指數 指跌 它今天馬上又 攻上漲 現在 它的一個 多方的一個攻擊訊號 供給意願是非常強的 所以接下來 應該有 比較好的一個 漲勢 尤其它的一個 毛利率是持續調升 算是一個 非常大的轉移 第二季它會開始出 醫療產品 第三季 它的禁止有機會回到 那時候它就可以申請 信用交易 那整個 資金動能就會 增強 那當然就成為 有機會成為 推升 駕駛的一個重要動能 另外一檔 今天轉強的 則是一直持續追求的 3051L 今天是突破 整理區間 同時沾上季線 這也是一個 技術面 轉多的一個訊號 尤其它 預計在 本週五盤後會 公布第一季的財報 只要 小賺 小賠 靜止維持在 五元之上 那就是連續兩季 靜止回升到五 那最快的 大概下禮拜 它就可以恢復 正常交易 屆時應該就會有一波 不錯的一個清除行情 那 加上 先前有提到 它中國的一個 主要面門客戶 今年新的 八戒五代廠的一個 新廠 已經陸續刊出 接下來訂單 只會有這五件 所以相信 它的應售也會 同步走高 將會成為 推升股價 上風的另外一個重要 動能 投資人士可以持續留意 他接下來的轉線 另外 IC設計 剛好提到 隨著聯發科轉強 今天資金有開始轉向 整個IC設計出去 而且我們看外資 其實在上週五月提前 做一個卡位 卡位完今天再做一個 大幅度的加碼 如果 接下來可以看到 外資是做一個 連續性的一個買潮 相信 聯發科應該是會有一個 比較 長波段的一個跌身 繁華的一個行情 當然就有助於 族群的一個 漲勢的一個延續 另外 就 細製裁 就是 IC設計上流的力望 它今天也是同步攻上漲 而且我們看 外資兩位超 它的一個累計的一個 肢股招數是持續 增加的 顯然 外資是 持續看好它接下來的一個漲勢 它在整個族群股價的一個 位置是相對強的 所以它離創高 離前波高也是比較近的 只要它能夠創高 相信也有機會帶動 族群的一個 比價效應 另外像 楊智 近期有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拉回 但是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外資 的一個 買賣潮是由 賣 轉買 今天 只要大幅度的買潮 也推薦它盤 今天有大漲 5% 那你這種 籌碼的一個變化來看的話 剛有助於它股價這邊出現一個 轉折 因為它的買 外資是已經有賣 轉買 那當然 剛提到 只要 整個族群是 全部的一個反反彈的話 相信 資金 只會持續流動這個族群 當然 要 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接下來 電子股持續反攻 那麼勢必會吸引 原本在高基級傳感的資金 做一個轉向的動作 因為目前的市場資金只有一套 那當然 目前位階相對高的 像紡織股 這類的一個高基級傳產 就有可能接下來 在資金抽離之下 股價做一波修整 所以投資人手上都有 近期股價 漲多的紡織股 可能要在這 這幾年做一個 逢高 獲利出貨的動作 以避免接下來 可能的一個修正風險 那以上是這邊 所做的一個分析 預祝投資人操作順利 謝謝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